我们自然而然不小心就学会了脚踏车 那是一种身体的感受 如果文学也可以是身体感受呢 源治大学专案客座助理教授陈维仁 为了开设阅读产业与文化传播通试课 在校内开启书店 全班学生分八组成为八家出版社 有人扮演作者要写书 有人是美术编辑或行销人员 大家各司其职 所有有关出版及文学的环节 在一学期中全都亲身感受 那我们走进书店的时候 所有文学的可能 包括从前面的创作到中间的出版 到最后在书店里面跟读者见面 这些事情都会在一个空间里面发生 用身体进去那个空间 让他发声让他感受 那这一切可能会比在教学的现场 或是教室里面更来得有效率一些 教育部举办全国杰出通试教育教师奖颁奖典礼 由教育部长叶俊荣 亲自表扬四位获奖老师 南台科技大学副教授马美娟 已经从事教职工作25年 专长是中国古典文学 她认为随着两岸古装剧的热播 已经拉近全球华人与古典文学 及诗歌间的距离 马美娟不仅在校内 开设文学与生活等通试课 也以诗人李白为主轴 开模课师课程 深受欢迎 在我的课程当中 天才李白以及李白在云端 我们主要是从李白的生命故事 就是他的生平着眼 然后我们会进入所谓的唐代的长安城 还会进入唐代的科举制度文官制度 致力推动生命教育课程的南华大学副教授周川雄 常透过乐器表演 相声或绕口令 展现独特且多元的教学方式 但遗憾的是 周川雄罹患癌症 已经在今年六月底病逝 无法亲自领奖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评审的会员 也都有机会 把握最宝贵的时间 做了一些交谈 做了一些了解 更能够感受到像周老师这样 奉献背后的精神 全国杰出通试教育教师奖 竞争相当激烈 评审团这次从71名 获各校推荐的教师中 选出台湾大学教授 刘少雄等四人获奖 教育部希望借此引领各大学 对通试教育的重视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陈国伟 台北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